150团的团父 辽沈战役前 尤广才刚刚和一位沈阳姑娘结了婚 这张结婚照 是他当初送给西域军军长 潘玉坤留念的 国民党在辽西战场失利后 他回到了沈阳 已经厌倦战争的尤广才 谢绝了参加解放军的邀请 不久 年轻的妻子离开了他 去年 潘玉坤的外孙燕欢 在旧屋中找到这张当年的照片 送还给他 昔日尤广才英俊的面貌 还清晰的留在照片上 文革中尤广才被下放农村 一个偶然的机会 公社中学了解到他 他参加过远征军 会英语 于是请他担任中学英语老师 尤广才是作为一个优秀民办教师退休的 现在 他仍坚持每天看英文版中国日报 书写他对过去战争年代的记忆和思考 长春解放时 杨振奋是国民党西医军的谍报官 当年他在广州追随孙立仁的远征军奔赴了颠缅战场抗日 50年代初他回到了家乡广州 在一家街道的服装厂做工 直到文革后50多岁的他才结婚 如今他的老伴已经去世 年过80的他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 人一辈子就这样过了 我自己感觉的 我自己感觉好就行 对得起国家民族 我自己就让我自己是 沉浸披肤在不负少年头 张文青参加解放军前 他是一个要饭的孩子 这个从东北战场走出来的山东汉子 以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 离休前担任解放军母军的副军长 说家里都穷吗 还穷啊 哎呀 我当兵的时候 桃黄要饭 小兰 黄的没有意见 地没有一笼 都是赤品 翟文青家里的客厅 至今还摆放着毛主席像 和十大元帅的照片 董战林入前是一名河北东民 参加解放军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后来他成了兰州军区的空军司令 我都选了这么一首 这是国际个儿里面的 影头拿去哪儿 就一定要实现 我都写着这个 什么北京啊 有些地方啊 这老通知啊 老将军啊 书画展览呢 我都送着这个 我相信 我偷入党那一篇的宣誓 为共产主义事业 奋斗诸神 不管是元帅还是士兵 不管是军人还是百姓 人 始终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 才是战争的主角 东北内战已经结束了整整六十年 回顾那段远逝去的历史 最难忘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中国同胞 塔山雪战中 那个被炸飞了双腿 还呼呼大睡的战士 急行军途中 捡起白菜帮人吃的津津有味的军官 长春孤城下 不忍心孩子挨饿 请别人掐死自己亲身骨肉的母亲 回首1947 1948年的东北战场 我们看到胜利者的谈笑风声 也看到失败者的无奈和委屈 有齐心协力 也有勾心斗角 有利益冲突 更有人心的向背 在每一次精彩的闪回里 我们都看到残酷的战争中 人性的闪光 还原东北战时 只为今天珍惜和平 远离战争 接着为您播出 中国电信特约之 同飞中国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